我们的base case scenario 是两万三千点的 跟我刚才所说 225以上你就要沽 不是买是一麦相成的 但是9月10月我说过了 乐观去看 这个不是我估计 如果有这件事发生 港股可以看得更好 第一是联储局不用这么英态 美国没有经济衰退 而内地的经济是有一个回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第四季有机会看 二万四、二万五 但是这个是基于两个的压心术 如果压心术不出现的话 我想两万三千就差不多了 是,好,明白